美國駐菲律賓大使竟然說 這個 在南海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是九段線嘛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是十億段線 說呢這是卡通話 那當然中國大陸當然是非常的不滿 不管怎麼樣呢 其實中美必須要管控分析 美國你自己在印太這個地方 沒有航母啊 現在的港塊派羅斯福號 要來印太這個地方部署 結果呢現在菲律賓很慫啊 所以呢蔡宣博士你怎麼看 菲律賓的海警9701號 說9月13號已經撤離了先兵礁 你早該走了吧 滯留5個月你真的早就該走了 然後但是在之前的時候 菲律賓國安會的發言人還說 馬尼納娜會繼續維持在 鮮兵礁的存在 因為我們也監視填海造地的活動 中國要不要在鮮兵礁填海造路 是中國自己家的事 不甘別人的事 因為鮮兵礁是中國的島礁 用一句古話叫做固有領土 固有領土當然 中國現在又有很好的挖泥船 挖泥船就噴一噴 馬上新的島就形成了 這個菲律賓講什麼也沒有意義 在將近這麼多個月以來 菲律賓這一艘海警船 在鮮兵礁裡面駐守 這是好聽一點 然後任何一個軍艦一樣的 像那個雷倩博士 也是海軍子弟都很瞭解海軍的生活 海軍的生活在船艦上沒有補給 比陸地上還慘 對 這個因為陸地上要補給水不是問題 船上水很大的問題 更不用說生鮮食物 陸軍萬一說補給斷了 還可以在附近 叢林找找生鮮食物 海軍那裡找 天天補給 所以五個月沒有補給的話 就已經是斷糧的狀態了 一艘船艦能夠撐六個月沒有補給 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對於菲律賓來講 一如所料 鼻子摸又摸就走了 而且像中國有那麼多船艦在畫面盯著 你玩不出把戲 你補給船進不來 那你知道自己走了 因為你走的時候 中國不會擋你嘛 不是 不像有一些國家說 你來得輕鬆走得困難 沒有 中國沒有必要這個時候 這個鬧 因為很明顯的菲律賓是代表 美國的一個表演 你就讓他表演完就可以走了 九段線到底是什麼 這的確是一個蠻複雜的 歷史跟法律的問題 中國的解讀並沒有過分 九段線原則上就是說 我對九段線裡面的島礁 有優先的領土伸所權 注意到不是一定是我 而是我優先 這個概念大家要有 所以有一些島礁被越南佔了 越南佔了最多 菲律賓佔了 這個也將第二名 中國大陸加台灣佔的最少 對啊 這是一個 一個不跟你搶而已 就是說我優先 擁有這些島礁的主權 那有爭議的話就慢慢處理吧 第二個 我擁有捕魚權跟開發權 但是捕魚權跟開發權 中國願意跟域內國家合作開發 共享利益 這樣有夠慷慨了吧 這個是九段線到目前為止的意義 這是卡通話嗎 菲律賓你聽不懂嗎 杜特蒂在當總統的時候 不是要跟中國簽沿海的一個開發嗎 那你在海底裡面就很討厭 就是說你到底這個海域裡面離開 這個菲律賓領海多元 算中國的 多近算菲律賓的 有時候就跟那個伊拉克很不開心 就是說明明油的長量就是伊拉克 可是我的比較深 在科威特比較淺 可是老是在科威特出遊 我拿不到這個好處 這個當然有點像那種 河流的權力 上游跟下游的一個爭論 不過中國已經用最客氣 最不霸道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無非的就想要維持南海的平靜 所以提出南海行為準則 域內國家一起簽 可是有個意外國家 認為說如果簽了這些 南海行為準則的話 他以後到南海來 要進行所謂的軍事演習 就可能要得到域內國家的同意 所以因此他巴著不放 叫菲律賓來惹事 那菲律賓不簽 根據東內亞國家的共識原則 他一不簽 九段南海行為準則 就割在那一邊 所以這個是美國要破壞 南海行為準則所採取的 一個小丑的方法 那其他的 美國人現在 小丑的方法不夠 又編了16億美元的 抹黑中國的宣傳預算 剛才 雷先博士人比較文雅 所以講的會比較文雅 說是16億做什麼做什麼 那就是抹黑中國用的嘛 散布謠言用的嘛 他幹什麼事 不是洋網軍1450而已喔 收買媒體編輯跟記者 真的是這樣子啊 德國還爆出來說 美國一個 一個怎麼收買的方法 德國自己媒體爆的啊 那你想想一下 對中國16億 你也想說16億沒有很大 我跟你講喔 CNN一年的收入是7億美金 是兩家CNN的價碼 這槓桿效果很大 他到這個南海來 大概也不會存什麼好心 會全世界 只是中國最近 軌道上走得很順利 先是開放這個 免遷路徑觀光 這麼多人跑到新疆 拍個老半天 就拍不到種族魅絕 中國人超會藏 藏到哪裡去啊 對不對 對 還有呢 說這個大陸這個破壞 那裡什麼落後啦 人權啊 全中國大陸 充滿了各社人等 各國家的旅客 還有在網路上 拍了一大堆網紅的影片 只有在台灣會被認為 認知作戰 在全世界沒有人這樣認為 對 然後拍個老半天 結果呢 結果美國人所散佈了 這些謊言 我看16億 省省的 拿來給那些 很辛苦的 這些阿富汗的人 還比較實際啦 不要整天花浪費錢 這只是顯示 美國的虛偽 跟什麼 菁姐之前就已經提醒菲律賓 你的量體真的跟中國大陸要怎麼比呢 就硬撞是沒有辦法有得力的 尤其呢 中美也在對話啊 比如說美國印太司令 帕帕羅跟南部戰區指揮官 烏亞南進行通電嘛 然後呢 其實呢 接下來也要去下位進行會面 在管控印太的 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 好另外呢 中菲也動起來了 在南海問題上進行磋商 然後也說我們要回到機制上 相關的等等來進行討論 然後中國大陸國防部翻譯就說 你不要在南海 興風作讓 中國大陸是會 堅決反制的 而且呢 中國大陸不只船艦 很厲害 它吹沙造島更是基建狂魔嘛 中國大陸現在呢 最近呢 振華重工造的全球最大 首騷呢 採用LNG 雙燃料動力系統的大型 這個挖泥船 叫新海巡輪 它已經出來了 這也是造島神器 它中國大陸已經造了 七座的布城航母 人工島礁 那這些都是已經變成島嶼了 比如說呢 美濟島啊這些 所以呢 它可以放運20啊 空井500這些都可以 所以我們從最後那張圖 可以看到呢 中國大陸在整個南海 就是九段線 九段線跟U型線中間的差別 大家都知道 就是北部灣那邊的那兩條線 因為跟越南的關係 所以中國大陸不再執行 那麼這個整個南海的 像個牛舌的這一個大區域裡面呢 因為已經有了這些 從礁吹田成為島 在美國的強力抗議之下 目前它已經可以做 和平 救災 科研 也可以做軍事用途了 這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整個南海 從海南島 一路到了最南邊代底 就是在沙巴 沙勞越 就是婆羅洲這裡呢 這整個一個非常明顯的海域 左邊右邊是越南跟菲律賓 南北是中國大陸跟東馬 馬來西亞 再更難一點是印尼 在這整塊海域裡面 其實沒有任何其他的軍事力量 可以越過現在已經 吹田的島所造成的整個在 無論是在軍事在補給 甚至在必要的時候的攔截 反包圍區域巨址上面的功能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已經是現狀 但是我覺得在歷史上 還是需要稍微回顧一下 就是 U形線並不是沒台沒台出來的 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必須要放棄 它在太平洋所掘奪的 所有的島嶼 而美國借給了中華民國海軍 當時從廣州出發的海軍 軍艦去在這些的島跟礁上面 去設了我們的界碑 立了領海基線 那麼所以在界碑跟領海基線的前提 都已經建立的情況之下 它就符合了在領海裡面的 一切的規定 那等到有了海洋法公約以後 每一個島 又可以在專屬經濟區化200海里 後來一直希望能夠擴張到 350海里的這個海域 同時也有大陸礁層化界的 一系列的規定 就是希望在未來呢 在沿岸國家 他們應有的權力 跟巨大的海權國家 可以用艱船巨砲 踏浪而來的這權力中間 取得一種平衡 所以今天我覺得 美國來討論這件事情 真的是特別的吊詭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剛剛結束的時候 美國協助他戰爭時候的盟友 中國去取回了在南海的這些權力 在當時呢 我們在某些島跟法國想要去重新取回 因為法國以前是 越南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 所以法國本來想要去取得的那些島 有些時候只差兩個禮拜 所以說這些事情就是在1945年到1947年 都已經決定了 而且1947年的時候 當時具有聯合國代表權的中華民國 就是把這個圖籍都畫完了以後 不但是在我們的方域也送到了聯合國去 那麼現在中國大陸 接續的去從這個U型線的基礎 往九段線下面繼續去往前聲索 並且用現在的他們新頒的領海法 去做各種要的執法呢 是應該在聯合國的規則上面是符合的 所以簡單說一下 那我回頭去講一下菲律賓 菲律賓其實是一個最最現實也務實的國家 在所有的這些國家中間跟其他的地方 運用了海洋法公約的四種爭議解決方式 我講過多次就是等距中線 橫平線 共同開發或是擱置開發 菲律賓是第一個去做了很多飛地 或者是它的這個沿海的專屬經濟區裡面 跟其他的國家或公司 共同開發協約的 它所簽訂的協約有英國有美國 也有中國大陸 那麼越南也簽了一些協定 包含了跟印度簽的協定 但是沒有像菲律賓那麼積極 所以菲律賓反反覆覆的 它從來就知道 如果它要爭的是專屬經濟權益的話 是可以用共同開發的合約方式來解決 所以我們都知道呢 主權是不可以退讓 所以每個人要先說這是我的主權 那在主權之後還有專屬經濟權利 如果說在中間有重疊 或者是中間有爭執 看格不入的話 可以用等區中線橫平線 共同開發 擱置開發四種方式來處理 那麼菲律賓現在難道不是因為 美國給了它一個新的指令嗎 就彷彿澤連斯基在兩年前 在2月24號打完開打以後 3月29號第一次的和平談判 幾乎就要簽署的最後一秒鐘 美國給了它指令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的菲律賓的政權 是聽著美國的指令去繼續在南海 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重要的算是一個棄子吧 它就是插在這個南海中間 使得這個地方不能平靜的一個重要的運作者 那這個運作者將來一定會有很大的反彈 因為凡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我們特別就是要看 最近它之所以要把它的最大的一艘船撤出 當然就是形勢比人強 無論是當時我們看到的 每一次發生可能衝突的時候 中國大陸那種龐大的圍堵的力量 或者是它可能有很多海上漁船的圍堵的力量 都使得菲律賓這種短暫的 資深圖圍的方式是無以為繼的 那麼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它其實最好最好的策略 應該是取得美國的諒解 而去跟中國和解 我覺得這兩個地方 它的重點一定要搞清楚 就好像馬凱說當時到台灣來 就是上個禮拜來的時候 他說我們新加坡的立國的人 像李光耀他們都非常有智慧 他知道我們作為一個小國家 什麼時候尤其是夾在很多強大的力量中間 什麼時候必須安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超WWW